联勤总司令刘广凯上将,今天上午9点一刻钟,在总部召见了今年度国军文艺金像奖的联勤作家和单位代表。 刘总司令向他们指出,文艺工作在现代所居的地位非常重要,并且续免他们要继续努力,推动文艺工作为团体争取更大的荣誉和成就。 今天刘总司令召见的几位代表是冯少强上校,王毅湘少校,赞安国少校,葛顺华上校和张维东上校等。